有谁来买我的火柴 有谁将一根根希望全部点燃 在座的各位观众 在座十二位boss以及主持人 大家晚上好 我是李伟 来自华南理工大学 法律硕士三年级 应届毕业生 今天我来到天生我才的舞台 是想寻求一份法务专员的工作 正如我刚才所唱 希望在座有老板愿意买我的火柴 把希望点亮 谢谢 刚才出场 你一个很特别的方式 你是编导要求的 还是你自己一定要这样 我自己设计的这样一个方式 因为我觉得这首火柴天上 对我的意义比较特别 特别在哪 因为我觉得它是让我自己心里面 心存希望 只有自己心存希望 然后别人才能够看到你的希望 好 好 请点他那根火柴呢 来 看看你期望能拿多少钱 关于李伟的一些基本情况 咱们来看大屏幕 先来看一段微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新闻 发学 是当初什么让你选择这两个人 因为当初从小看民生新闻 给我的一个印象就是觉得记者 他能够把一些事件背后的真相 给他挖掘出来 给大众一个知情权吗 我觉得他这样的一个社会角色 是我很渴望的 而且新闻和法律是有切合点的 所以你就选择学了法学 对 当初大三就决定下决心 自己去买了那些法学 你原来是在华工读的新闻 不是 以前是在武汉 在武汉 对 你等于跨校考那个法学的研究生 对 当年有个说法嘛 就是三跨嘛 然后就是跨校 跨省 跨专业嘛 你都跨了 对 挺难的吧 这种考试 我觉得我自己的学习经历中 司法考试比我三跨更难 天下第一大考 这是我自己的一个感受 我觉得思考它不管是从知识面 还是整体的一个系统 我觉得它设计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 所以心会特别累 那我想问一下你 为什么不去做律师呢 律师是放在最后 我比较喜欢就是公司的那种氛围 你有律师资格证吗 有 是去年就已经拿了 我看到你材料上面说 你到美容院去 对 就是大二的时候 因为那个时候是一个朋友 他说那边这个东西比较好玩嘛 而且大二的时候各方面都 大二的时候 做这个年龄去做这事情 不是好玩吗 那个时候就是觉得好玩呢 就过去学 就是有人带你教你怎么洗脸嘛 你去给人洗脸 别人会不会喝 他也怕一边给人洗脸 先生 昨天前楼又发生一起凶杀案 你知道什么 还上周那个合同诈骗案你明白吗 一般 我天啊 那还洗得下去吗 一般呢 上大二的时候没有读法学 但是他读了一本啊 没有 读的是新闻语传播 你就为了好玩你去给人洗脸 那个时候确实是 而且他包之包住嘛 我一直有个感觉 你一上来以后啊 你身上的阳刚气息比较少 所以这是不是跟洗脸有关系 也没什么关系吧 可能就是我们家是属于书香门第 我爸我妈他们都是老师 书香门第也有海蝶味呢 我们家也是书香门第 也不像你这样子 结果我不影响 我就是来真诚地找工作 然后做好我的工作就好了 所以你们发现了吗 他无论什么时候非常清晰 你怎么说他怎么调侃能都行 对 他站稳自己的立场很有意思 他非常看好这一点 就是说他自己的目标感非常清晰 好 那么十二位老板 面对这么理性的求职者 面对这么有逻辑思维 这么坚定 这么有主心骨的人 用手里的灯告诉我 对他的印象如何 来 请选择 好 这一点再给你亮点 有这个机会 好事来 直言直语 想找什么工作 想找一份法务专员的工作 就做这个 别的不干 对 就做这个 就做这个 很坚定 那你凭什么做这个 除了是这个专业的之外 如果是法务这个工作的话 因为它主要还是 企业合同的一个起草审核 以及它的一个修改 因为刚才老师他说我不够阳刚 可能是我也有信令的一面 我觉得审查合同 信令最重要 再加上自己的专业背景 我觉得希望自己是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别送我心里去 赵明给你领备了 我觉得 因为千万不要受赵老师的这个影响 我觉得这个会影响一批这个我们的老板 我给你一个说法就是 你这种性格没有问题 举个例子 要找一个保镖 那一定是虎背熊腰的 但是要找一个男护士 就是邓伟这样的是吧 对对对 要找个男护士 或者是法律委员这样的 就需要细腻细心的 好 我想说大家不要歧视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质 我觉得他像不像男人 跟他会不会做这份工作有什么关系 每个人有自己表达自己个性的方式 每一种个性都应该被尊重 我听你 好 谢谢 既然是这样的话 咱们说点正事吧行吗 那我问个问题吧 我们公司做网站 假设我们今天收到一封律师函 然后说我们网站上有一些 不属实的内容 那你会怎么做 我觉得如果我是作为多安网的法务的话 一开始的反应应该是 左手调查这个事情 看他说的是哪一些内容 是否和我们网站相符吗 我觉得应该以这个为出发点 会比较好 对然后呢 因为调查完有两个结果 一个结果是我们官方发布的信息 一个是用户创造出来的信息 那么针对这两种结果 你的处理方案是什么样子 因为我的理解就是 如果即使是用户他创造出来的信息 但是他发布在这个网站上的话 就证明他其实一定程度上授权了 你们这个网站的所有权 因为他在我这里发布了嘛 而且如果这个信息是属实的话 他讲的那个事情就根本就不存在啊 我是这样理解的 对我觉得思路是对的 但是不够完善 路的基本上是吧 还是一个很理性的人 对 赵明 对 这个其实就是说没有经验 说白了 就是没有真正的工作过法务专员 所以他很多地方 很多地方还不够有经验 但是毕竟读过这个书 所以还入门道 这就是他的基本情况 我觉得你挺适合做行政管理的 这个岗位你要不要做 我想做法务专业 然后长期地发展下去 好 在六家企业做出选择之前 问一下钱志老师 今天在这个李伟的会上 我觉得他的优点有两个 第一个是非常坚持有主见 那么第二个是做事非常认真 这个应该对于你未来的职业发展 会有帮助 那不足的话呢 觉得内心可能会有一些 过于的固执了 那么其实在职场上面 因为我们不但是要处事 我们还要做人 那么过于固执的时候 有些情况下面 可能会在处理人际关系上面 会带来一些困难 这个也许是未来你的职业发展里面 需要注意的地方 好吗 谢谢 好 谢谢钱老师 剩下的六家企业考虑清楚 因为本轮灭灯之后 权力将落到李伟手里 用手里单告诉我 有没有职位提供给李伟 来 请选择 来 权力团转 分别提供什么职位 我们这个公司呢 有一个咨询的部门 叫风险控制咨询部 风控制 那么你刚刚毕业 那就是说助理部位 好 权力什么职位 我们集团公司法务部的 法务专员 法务专员 好 接下来谈起来 你之前输入了一个理想薪金 你是先亮出来给老板看 还是先跟老板谈 我希望先亮 先亮是吧 4500 应该说不高 我觉得从法务的话 它是从基层开始做 所以我觉得 这个薪金是比较合理的 比较合理 好 赵明多少钱 硕士应届毕业生 转正以后是6000 转正之前是打8折 完成业绩指标情况下面 是会有奖金的 但奖金不等 交易 好 我们这个职位的标准薪资 在4000到5000之间 好 清楚职位和薪金了吧 清楚 思考10秒钟 10秒钟 计时开始 时间到 告诉我们你的选择是 我选择战略精测的 请不吝点赞 计时 我选择战略精测的 请不吝点赞 计时